前面的掌聲和販組組合 台灣邊境解封 總總蔡英文十四號來到吉隆港 旅運大樓視察 關心郵輪副航準備進度 蔡英文一一視察通關和安檢設施 期盼去年完工启用的基隆旅运大楼 在国门解封之后提供更好服务 对中央长期支持基隆地方建设 刘昌在支持时特别强调 东岸的基隆塔即将完工 将结合邮轮旅客一起带来地方繁荣 基隆港在市港展示标案计划里面 几乎已经大致完成了 所以我们已经把基隆市港打造成为一个宜居 而且适合邮轮旅客来观光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式环境 在六月份城市国乱会的时候 总共到的是西岸 总共有看到整个西岸邮轮旅客大楼的一个整理 另外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东岸 那整个的一个市港的一个环境 我想现在已经具有一个国际级的一个水准 旅逸通关的一个速率 也大幅的一个提升 所以简单来讲 基隆港市已经准备好 再次迎接国际以及国内邮轮的一个旅客 那另外呢 我们在最近这一两个月 还有几个重大的一个城市建设的计划跟工程 也即将完成 而第一个是我们的东岸的机动卡 也即将在今年年底完成来进行试营运 那就会跟我们东岸的邮轮旅客大楼就可以串接在一起 然后可以连接上我们的希望之秋冲城公园 形成一个三海的一个油气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在这个月的22号 我们的危害营区 也就是军港西迁即将进行拆清的工程 这几年来我们大家都评的成果 所以非常感谢总统的大力支持 那未来在这个部分其实确认是确认邮轮 今天虽然我们来这里看了视察之后 我的邮轮还没有进来 那早上我在立法院请教部长的时候 部长也说得非常清楚 就说我们邮轮的复航指引 目前正在疫情指挥中心做最后的审议 我们希望竞速来完成 那竞速完成之后 未来就要跟我们公司在这个部分 跟邮轮的业务者竞速来恰上 我觉得不是只是明年来 也许明年就可以来也不一定 只要我们完成相关的准备工作 欢迎所有的这些业务 我相信更多的游游客会来到台湾 那过去很多基隆市民都提到说 游游客来台湾之后 好像都不会留在基隆 又跑到台北去了 那刚才我们的市长也说得很清楚 基隆是相关的配套的工作 一步一步的落实 我们光场 海洋光场 基隆汤 新的周遭环境落成之后 会让许多更多的游客 预定留在基隆这个城市 继前一天视察桃园机场 总统蔡英文来到基隆视察 海运解封 象征告诉全世界 台湾已经做好准备 记者黄少鸣 基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